全加州成功大学校友会将在1月27号启办第51周年春季讲座 今天召开了记者会向公众来发布了相关的资讯 本次讲座由李洪源教授出讲 讲座的主题是 台湾必须面对的真相以及解决方案 他将与大家分享他在台湾国土规划上的实际经验 以及跨离预整合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 也会从国土空间型机会 防灾型都市更新 作合制水都是翻转亮点计划等方面 深度解析目前台湾面临的问题 欢迎民众前往 因为这些都是民生最基本的 所有老百姓的生活 其实他要的不是什么特别豪华的东西 他这都能够安稳吗 他起车起磨成会不会摔跤 会不会出人命 这种伤亡会造成可能家破人玩凄惨的事情 所以他觉得如果国家能够证实这个问题 能够花心力真的是去研究这些问题 那他以前认为 年轻的时候他认为工程问题可以解决 所有的这些水度保持的问题 现在发觉天定送人而不是人定送天 所以他现在有很多新的规划 尤其参考了荷兰 荷兰是一个第一水里面的国家 所以怎么样从那边学习到一些治理国家的方式 所以他认为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应该在台湾好好用心 因为台湾地方狭小 自然风灾特别大 水灾天灾地震 在演讲里面提出来了呼吁他的观点 政府能够重视 能够把人民的生活 人民的福利放在第一位 1月27号下午1点钟开始 在Cedip Industry的Pacific Palm Resort 在1楼的Majestic Ballroom admission是free 所以欢迎大家参加 我们都是国中第一届 其实他在28岁 他就拿到 Iowa大学的水利工程的博士 那是非常难得非常优秀的 因为加福的一个同学也是 Iowa大学的水利工程方面的 他是练的是一个硕士 那后来也是跟洪源一样 都在台大图木系教书 他真的是一个很有宏观的一个治水专家 其实去年的应该也是2月 他也曾经来洛杉矶做过一次演讲 那一次的演讲真的是非常精彩 所以我在这边也请大家告诉大家 保证演讲精彩 李洪源是台湾国立成功大学 1978年毕业的水利系校友 获得了美国爱荷华大学 土木居环境工程系博士学位 曾任中华民国内政部部长 行政院政务委员 兼公共工程委员会主要委员 台北县政府副县长 台湾省政府水利处处长等职 现任教育国立台湾大学 土木工程学系水利组 这次活动由南加州成功大学校友会 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 以及南加州台湾大学校友会 共同主办免费入场 欢迎民众积极参加 中方电视采访报道